大家好,我是東英走橋的鮑勃 位於廣島縣的日本三井公島 島上有知名的國寶以及世界遺產岩島神社 還有很多不能錯過的景點 這次不走行軍行程 讓鮑勃帶大家悠閒的在岩島二日遊吧 我們大概上午10點左右從廣島市出發 不太需要趕時間,可以先在廣島吃個早午餐 鮑勃私心推薦的咖啡店叫做Teranishi咖啡本店 從廣島車站坐巴士大概6分鐘左右就可以到了 這家店在Google Map上面有4.7的高分 Teranishi的早餐選擇很多 大約800日幣到1000出頭都有 朋友選的吐司套餐非常的豪華 三種口味的吐司加上沙拉,看起來就很飽 Bobbo點的炒蛋套餐 除了炒蛋非常的滑順以外 也附著沙拉跟吐司 應該是一個早午餐的份量了 飽到下午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 另外這家店的咖啡是老闆開店 這40幾年來努力所研發出來的 使用自家兼備的咖啡豆 配上老闆推薦的自家式牛奶 今天就不要喝黑咖啡 破戒一下喝牛奶咖啡吧 對了,老闆聽到我們是台灣人 還送我們兩顆超好吃的巧克力唷 謝謝老闆 吃飽喝足之後 我們出發前往沿島吧 我們去城利用廣島電鐵 到廣島公島口之後 轉達公島 時間大概是一個小時多一點 到達公島站橋後 我們直接往沿島神社的方向走 走路5分鐘後 會先經過我們下他的飯店井水館 可以先放個行李 井水館是一個創業已經100多年的溫泉爐館 飯店提供各種不同樣式的房間讓人選擇 有點可惜的地方是 包裹這次住的一人房 沒有辦法看到海景 但飯店還是很貼心的提供一個小小的陽台 還有一張很威猛的價格約30萬日幣的電動床 睡起來真的很爽 另外飯店有提供兩個精緻的休息區 其中一個圖書館咖啡店 可以讓人邊看書邊喝飲料 另外一個咖啡廳 可以邊喝飲料邊看海景 然後飲料是免費的 放完行李之後我們走路五分鐘左右 來到了岩島神社 現在時間大概是下午一兩點左右 岩島神社創建於西元593年 也可以說是公島這個島嶼歷史的開端 這個島嶼原本不讓人居住 但直到在中世時期 自奉岩島神社的人 陸續在公島建立起家園 然後到了江戶時代 這裡就變成了光光聖地 神社會建議在海上的原因 是由於當時人們對自然的信仰 不能隨意砍伐樹木或開發土地 因為等同於傷害神明 所以才蓋在海上 而現在所看到的建築方式 是西元1168年 由平清聖營造完成 距今有800多年的歷史 建築的設計方式 常用寢墊造 是平安史及貴族宅體一種樣式 簡單來說 正殿的中心建物 面南側的庭園而建 渡墊連結正殿 再向南伸出渡墊 南端設有吊墊 岩島神社建造完成之後 屢次遭火災、颱風等等的天災侵襲 但得到蓮艙、市地幕府的庇護 而重新修復 神社本身於1952年 被日本列為國寶 由於神社透過大海和高山 不同色彩和形態強烈反差 表達了日本人對於自然之美的理念 極自然美和人類所創造的美的融合 讓這裡於1996年 被列於世界遺產 這裡我覺得可以三個不同時段來訪 第一個時間是甘潮的時候 大家可以走到沙洲上 從正面遠遠的觀賞岩島神社 或是由近距離由下往上看神社的樣貌 冬天太陽比較早下山 等待夕陽西下應該超有感覺 也可以近距離看大鳥居 但由於鮑勃拍攝的時候大鳥居在整修 所以就沒有特別走去看了 第二個時段是晚上滿巢的時候 幽靜的神社配上打光真的很漂亮 最後一個時段是接近中午的滿巢時段 也是鮑勃最喜歡的時段 大家可以早一點點進到神社內 慢慢的散步 經過東迴廊 然後經過敗殿 邊走邊看巢水滿滿的湧入神社 再西迴廊看看有水人的舞台 幻想一下海上比較有能聚的感覺 那我們在甘潮的時候第一次看完岩島神社 看完之後可以到旁邊的大院寺參觀一下 接下來往上鏈接的方向走 稍稍休息一下吧 我們來到日本第一家要搭船才能夠來到的星巴克 星巴克岩島錶餐造店 這棟三層樓的建築 是跟宮島brewery合在一起 那Bobbo因為不喝酒就不介紹啤酒給大家 我們直接介紹咖啡店 一樓的區域就是點餐區 開放感還不錯 可以看到這家店2018年有得到Good Design Award 到二樓的樓梯前雖然底色是灰色 但它配色彩鮮豔的海報 以及木頭色的桌子 讓整體多了一種活潑感 二樓映入眼簾就是大片落地窗 以及開放感食組的空間 這裡可以直接觀賞賴戶內海 以及大鳥居的景色 Bobbo覺得是窗外風景最棒的星巴克 內裝採用星巴克常用的木質調的座位 配上不同顏色的灰色 讓整體看起來很舒服 但不會虛滑或是過於單調 橙皮上也有不同的藝術品 比方說這幅看起來很像是超寬4K螢幕的畫作 Bobbo後方的木頭製的飯勺 是宮島傳統藝術品 也是代表星巴克Logo上Siren的0 整家星巴克Bobbo最喜歡的位置 就是面對海洋的沙發去啦 在這裡喝杯咖啡 感覺真的很不賴 喝完星巴克我們在商店接散步走走之後 我們回到了飯店稍坐休息一下 泡個湯後就是晚餐時刻喔 晚餐我們直接用飯店的啞扇 這是餐點很豪華的會奇料理 料理長使用了宮島跟廣島的當地食材 所做出的道道精彩的料理 包伯最喜歡的一道就是宮島傳的牡蠣吸筋味噌焗 對了餐廳看出去的庭園也很棒 我們慢慢的吃完晚餐 回到房間休息一下之後 等到晚上滿潮 我們再次散步到延島神社 看看打光 結束今天的行程吧 第二天大概早上8點半 吃飯店的早餐吧 早餐也是豪華且營養均衡 吃完早餐後 我們前往豐國神社 從飯店大概走路不到10分鐘就到了 豐國神社又通稱千蝶閣 是安土桃山時代的1587年 由豐城秀吉下令建造的木造神社 是宮島內最大的建築 面積相當於857個榻榻米的大小 大約有一豐城秀吉的世事 讓此建築保持著未完成的狀態 壁面已經天花板都沒有完工 但也變成江戶時代島民交流的場所 也是日本的中華文化財 在這裡悠閒地找了地方做著吹吹風 看個海景體會一下古人在這裡聊天交流的雅趣 離開豐國神社前 我們也可以看一下西元1407年建立的重要文化財 五重塔 查好時間接近滿朝的時候 我們第三度回到岩島神社 觀賞滿場的美景吧 如果喜歡自然的話 大家看為岩島神社 可以在商店街吃個中餐後 前往彌山看看自然美景 那鮑勃拜訪的時候天氣很差 我們就沒有機會參觀了 但也沒關係 我們還有其他選擇 我們搭乘高速氣船回到廣島市 我們下船的地方就在廣島和平紀念公園附近 大家可以拜訪世界遺產 圓豹圓頂館 現在時間大概下午一兩點 肚子也應該很餓了吧 我們回到廣島市區 拜訪一家Okonomiaki版名店巴昌 在這裡跟大家講壞消息 巴昌的特色就是製作一個石鏡燒 需要將近半個小時 所以等待時候真的很煎熬 但是等待完畢之後 發現慢慢做出來 才會讓石鏡燒上面的蔬菜 更有軟嫩的口感 然後麵皮也比較均勻的熱度 真的好吃 中餐吃完後 我們這次兩天一夜延島遊 就先介紹到這邊 趁下廣島市區行程 就讓大家自己去體驗囉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會不會支持 向WebFast友達 我們會不會通常 我們會不會聽到 直播